今天我们继续研究山水化的春法 上一节我们讲画了 接触一下山水化的论麻村 这节我们讲点子村 点子村第一个我们讲一讲 这个米点村 论麻村、腐皮村都属于县村 论麻村和皮毛村都属于县村 腐皮村属于面村 这节我们讲米点村 属于点子村 这个米点村 它处于北宋大画家 书法家米符的创作 所用的一种村法 而且点子还都是横用笔 性似米点 大米的一个米粒 所以叫米点村 米点村一般都 特别是米有人用来画雨天的景色 远处雾蒙蒙 那种山式的一种用法 浓淡干湿的平点 来表现米蒙山形的形态 下来纸背 纸窝 树木等等 米点村要横用笔 横用笔 用笔尖、笔根、笔度 来表现 来表现 这个笔里的墨 浓淡有变化 水分不要太少 也不能太多 所以要用笔 先把山形的刀勾出来 横用笔 先把山形的刀勾出来 然后用笔尖 然后用笔尖 用笔尖 来表现 笔尖 横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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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快丹 就冒 变 kan 来 夾 na 雨 b 一点吞 横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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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用力